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再聊个10年前的 聊聊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 咱也中立一点 就是说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 我跟大家说实话 我谈不上喜欢 我也谈不上讨厌 谈不上喜欢 是因为这个国家它非常的冷 我是比较怕冷 我不愿意在特别北方的地方生活 俄语我也是一句都不会 然后就是说对于其他的层面 俄罗斯它也是共产主义的发源地 而是壮大的地方 起源于德国 但是壮大于俄罗斯 他给中国共产国际传输共产主义 害了这么多人 是吧 从感情上来说 我不太喜欢俄罗斯 但是讨厌也谈不上讨厌 俄罗斯从苏联解体之后 对外发动的战争其实远远小于美国 远远小于美国 这是事实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这两年 他也没有强制你去瞄 也没有强制你去封在家里面 也没有鼓励男女同测 也没有鼓励小朋友去变性 是吧 是从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他也谈不上讨厌 每天都要去重申一下这个观点 咱们以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么一个事 现在对于俄乌 我说了很多遍了 我特别讨厌左派媒体 他就是说打鸡血 打鸡血打得太狠了 就是说对于有些话题是可以打鸡血的 我说过像吴亦凡强奸 李云迪嫖娼这类八卦的话题是吧 娱乐类的话题 你怎么去夸张一点 标题吸引人一点 这个无伤大雅 媒体有时候是吧 和平年代 是吧 你去做这样的新闻标题 为了一些观众没有没关系 但是战争是要死人的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感觉真正的新闻已经死了 想去说一些真正的实话 反而会受到各方面的围攻 围堵 我真正的观点是希望这场战争赶紧结束 真的 真的是希望赶紧结束 为什么呀 因为首先 第一个 北美 这个卡特斯基 第二个是美国中级选举 这个第三个强着喵的问题 这些事情是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的 这个乌克兰的事情一天不解决 人们的世界焦点都凝聚在这地方 就会给那些坏人充分作恶的空间 好啰嗦有点多 咱们随便聊聊这两天的话题 首先就是有说 就是说好消息 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好消息 乌克兰要赢了吗 乌克兰要胜了吗 是怎么说 说这个俄罗斯的军队 坚持不了三天了 就是说 弹药粮食库存最多能够撑三天 包括俄罗夫的军队都有的地方开始向老百姓去征集粮食了 说国内生产也是被迫停工了 还有说俄罗斯的军工业都是停留在80年代的 是吧 高金尖根本就没有跟西方比 然后传出来就是许多一些将要战败的信息 包括在什么马里乌波尔在哈尔松地区 要展开了反攻 也是集合了很多俄军的坦克车辆以及伤亡人员 包括那些俄军的将领也是击毙了非常的多 这些信息我都看了 我都看了 同时我不光是看官方的信息 不光是看英语媒体的信息 俄语的我也看 就是说看俄语信息的时候 就感觉明显都是在怎么说 完全不一样 俄军那边的信息战报 每天就是说我今天又推进了5公里 明天又推进了8公里 今天摧毁了几个军事目标 明天摧毁几个军事目标 每天都有这个战报 就是说感觉你从俄军那边看 你感觉这个战争俄军没有被打败 俄军好像也是在有条不紊的在推进 你从主流媒体这边来看 从英语媒体来看 就感觉俄军就快要败了 败向一路了 那么至于说俄军的弹药只能够撑三天 实际上是什么情况 实际上是可以引用英国的太晤士报 写乌克兰的武器弹药即将耗尽 就是说乌克兰说我们的武器弹药用来摧毁俄军车辆坦克的弹药我们还能够用三天希望大家希望西方国家赶紧的去支援去供应 你说西方有没有支援有没有供应 有支援有供应 而这一次军火商真的是笑开了花了 真的是赚了大钱了 有人说乌克兰的军军队得到了西方的支持 应该会在战场上会有更多的作为 但是我这边我马上我又得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 就是说普京他虽然说不想让武器弹药支援乌克兰 但是西方还是提供了 提供了之后我说过你武器你尽量多少 那就会被被摧毁多少 你仅仅是进武器弹药 没有关系你人不进来 我不认为你北约没有参战 我就只摧毁你的武器弹药 那么我刚刚看到今天的最新的俄国 国防部的简报 就是说海上的舰船发射的导弹精准打击了 一座大型的军火库 里面存放了刚刚运到的西方支援的武器 前两天法兰功的媒体还说什么 普京不想看到的西方的媒体已经运到了 那是昨天的信息 昨天的信息刚刚打完机械 刚刚报完好消息 今天俄罗夫的战报就发出来了说 摧毁了武器库 那么包括现在俄国防部还是继续的往外 去发出声音啊 说北约跟美国你们不要参战 你们要是参战的话 就是等于北约向俄罗夫宣战 俄罗斯他这么一说 这个时候拜登他怎么去回应呢 他又回应说我们美军不参战 不参战 坚决支持你们俄罗夫的决议 所以说在资产战当中 我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到底谁是坏人 俄罗斯我对他我谈不上喜欢 咱们就不要老是把焦点说到俄罗斯了 咱们就看看拜登在这一块 他扮演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不停的祸悉尼啊 他既不去调和啊 你说两个人打架得有人拉架吧 这个有能力拉架的人他不去劝架 他他一边跟这个大个子说 你放心我不帮他打你 但是他马上转的时候 跟那小个子说你跟他打 我给你递砖头 我给你递棍子 那个个头小的小孩子一听 这个人给他撑腰了是吧 拿棍子就打个大个子 结果被打得比起脸肿 是吧 这很显然小个子就吃亏啊 小个子就感觉很可怜呢 是吧 你要说可怜 怎么说呢 这也是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 乌克兰的老百姓确实可怜 乌克兰老百姓造成这么多难民 但是呢 乌克兰的政府他不无辜 乌克兰政府的腐败 我上一期节目啊 就也是我今天我在两个小时之前发的那个节目啊 包括贼连斯基他在国内啊 封杀封杀媒体 解散反对党 这些东西 我也不去找新闻 我也不去找来源了啊 就是说我现在我也不用费尽心思去找你们来看这个你们来看那个这是我找的资料 我不找了我之前这一个一个月加紧一个月我找这么多资料 结果都说你拿的是假新闻假新闻假信息造谣传谣 搞了也挺伤的 所以说你有心人你自己去看吧 看乌克兰政府是不是一个腐败的政府 泽连斯基是不是封杀了反对党 泽连斯基是不是封走了媒体 在乌克兰啊 泽连斯基政府所控制的乌克兰 有没有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 有没有言论自由 有没有这种选举的自由啊 所以说你看乌克兰你得分两个层面 乌克兰的人民其实很倒霉 摊上这么一个政府 乌克兰的政府他一点都不五五 乌克兰的政府确实是很操蛋的 现在就是乌克兰的政府就是他试图想把美国给拖下去 兄弟啊大哥啊 你拉兄弟一把呀 哥们陷了是吧 哥们打不过他 你得帮我呀 拜登这边呢 一边说我帮你 我支持你啊 我可以给你钱 我可以给你武器 但是呢我不想他宣战 就使地豁过乌克兰 对于拜登来说 他们也不希望这场战争赶紧协助 这场战争一旦结束了 青山落定了 有很多那些看戏不嫌事大的吃花群众 就是抱着一个看战争兵的心态来 去看着这么一个乌克兰的战争 那这个跟看电影不一样吧 看电影的话 你可以想着炸的那个效果 电影的效果炸的越狠 血战刚进凌 把一个岛给炸平了 你看到新潮澎湃 看得很过瘾 那是电影啊 演员他不用死的 但是这是真正的战争的 每天都在死人的 所以说吃瓜群众 不要再以看戏的心态 看电影的心态 就看着这场战争了 每天都要死人的 就是说他赶紧停战越快越好 是吧 大家应该关注的点不在这里 不在乌克兰 不在俄罗斯 关注北美 北美的事情 它关乎到我们世界上 每一个人的生活 中级选举卡车司机 强制喵等等 这才是大家应该就关心的事情 至于说那些媒体还在顺着风向走的 说什么俄罗斯还能够支持三天 弹药不够了 布局不够了 后勤不够了 是吧 俄罗斯反攻了 再等三天 对不对 这大半个月都已经等过来了 这会每天挨骂也都挨骂 被骂了 这大半个月了 是吧 就在等买一个月了 马上是吧 再等个三天 你看一看俄罗斯到底垮不垮 是吧 就是说俄罗斯你怎么说 他不管他是好人坏人 你打不过他是一个事实 能不能以一个和平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危机 有很多那些充满戾气的声音 什么誓死保家卫国 搞清楚乌克兰的军队 乌克兰军队到现在都没有发出发视频 说跟俄罗斯交战 你保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好吧 就先说这么多吧